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家兄弟般的盟友 北韩 却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 德语媒体关注一场战争和一次峰会 1979年2月17日 中国突然发起了所谓的对月自卫反击战 这场给双方都造成惨重伤亡的战争 40周年之际 这个话题在中国媒体中几乎被完全淡忘 也没有官方举办任何纪念活动的报道 《南德意志报》发表题为《教训》的长篇报道 回顾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对今日中国的影响 文章写道 邓小平气愤地说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他们 当时邓小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 而此前不久 北京和华盛顿宣布正式建交 邓小平此时已无法抑制愤怒 作为中国新一代强人 他表示北京绝不会接受河内的帝国梦 刚刚结束与世隔绝状态的中国 本应努力向国际社会展示和平意愿 赢得新伙伴信赖 从而为中国赢得急需的资金 但邓小平大发雷霆几天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向越南出兵 这一天就是1979年2月17日 这个消息令美国方面措手不及 毕竟中越两个共产党国家一直被视为紧密盟友 北京曾一再宣称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同治家兄弟关系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 北京一直努力加强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 承诺为北韩提供重建援助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署了经济协定 从50年代开始 中国就同越南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反叛武装 建立起联系 并为他们提供反法斗争中急需的物资 文章写道 中国对越共的支持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 但随着河内同莫斯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并出兵柬埔寨 推翻红色高棉 北京同河内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明显 文章称 北韩战争后 中国虽然也同印度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冲突 但是对邻国发动侵略性战争 却是25年来的第一次 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 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共产党国家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 但对越自卫反击战 却像世人呈现了一场 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文章最后写道 3月16日 中国宣布战争取得胜利并撤回军队 双方没有签署和平协定 中方的战况令人沮丧 2万6千人丧生 4万3千人受伤 越南方面 仅平民就有上万人死亡 直到今天 中国仍宣称这是一次针对霸权野心和边境挑衅的回应 但就总体而言 这场不光彩的战争已经被淡化处理 而对西方而言 这场战争对北京政权形象的影响非常短暂 汉堡大学的福格尔桑表示 这场针对自家小兄弟的战争 同当时中国获得的新形象 有些格格不入 因而很快就被西方政治家所淡忘 也因此没有对日后 中国走上超级大国的崛起之路 构成障碍 正如福格尔桑所言 中国市场诱人的增长数据和营业额 令西方陷入了神魂颠倒的状态 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40年 正在被世界舆论所淡忘 但北京另一个同志家兄弟般的盟友 北韩却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 本月27日 川普和金正恩将举行美朝间的第二次峰会 而举办地点恰恰是在越南 南德意志报发表题为 其子金正恩的分析文章 阐述了美朝峰会前中朝美的微妙关系 文章写道 北韩当权者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 将会在2月27日的河内峰会上 签署一份声明宣布北韩战争结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宣布了这一消息 这种非正式的和平协定有三个好处 首先川普和金正恩都可以在更为敏感的去核化问题上 未能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向外界展示成就 其二同和平协定不同 这样的声明不需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 也不需要让中国方面参与 因为与韩国不同的是 中国作为参战一方参加了1953年签署的停火协议 其三美朝双边的停战声明也将是一个向北京发出的明确讯号 远程关注越南峰会的习近平将被暂时拒之门外 北韩局势缓和的进程中核心问题并不仅局限于核武器 也涉及到制裁经济援助以及金正恩政权如何得到保障 而间接来看这是美中两国之间超越金正恩的一场决定东北亚霸主地位的竞争 文章最后写道 习近平究竟对北韩有多大影响力 外界不得而知 传统上平壤一直对中国存在不信任心态 习近平可能会阻止金正恩的进一步行动 北京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安宁稳定 双边开展经济合作以及继续保留缓冲区 但正如美国北韩问题特使比根所言 中国绝不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出现某种不同的未来 诸如马歇尔计划以及派驻美国顾问等等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越战争40年为何不能纪念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上周日是中国发动 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 中国官方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 而当年受到广泛颂扬的老兵们也光环不在 成为被遗忘的群体 40年了 一切都过去了 电话那一端的这名参战老兵 明确表示 他的电话很不方便 他不想说太多东西 他说很多战友永远留在越南了 他和一些战友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遗属和遇到困难的老兵们提供一些帮助 老兵们共有71个微信群 每个群都有数百人不等 但都很难坚持下去 至于坚持不下去的原因 这位老兵表示 他的电话不方便 他不想细谈 1979年2月17日 中国官方广播电台向全球宣告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 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 因而中国被迫发动自卫反击战 对越南实行惩罚 同一天 数十万解放军官兵从广西和云南开入越南境内 这场对双方都造成惨重损失的军事行动 被中国官方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而越南官方则称之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 直到今天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伤亡情况 乃至胜负都没有公认的结论 整个八十年代 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兵 都被作为英雄受到广泛颂扬 但随着中越关系重新恢复正常 北京明显开始淡化对这场战争的宣传 2019年 是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 但官方似乎并未组织任何纪念活动 而老兵们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 受到打压的消息 则频频传出 随着时间推移 曾被广泛颂扬的对越战争英雄们 光环早已不在 而是逐渐变成了一个被政府遗忘的群体 接受德国之声电话采访的这位老兵说 对此 我们已经习惯了 已经不再生气了 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太多了 同那些关停并转 下岗工人不同的是 我们战友们都很团结 遇到事情 随时可以聚集几万人 同官方刻意淡化的态度不同 民间热心关注老兵权益的人 还是大有人在 一名在网上整理老兵通讯名册的义工 对德国之声说 他的网上老兵联络平台 每天都有大约一千人左右 访问和交流 他认为老兵上访的原因很复杂 但地方民政机构对老兵们 还是有很多政策倾斜的 近年来 人数庞大的中国退伍军人群体 曾多次举行维权活动 要求改善待遇 据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 去年三月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批示 必须做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 该保障的要保障好 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实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此后不久 中国即宣告成立退伍军人事务部 专门协调老兵问题 退伍军人事务部成立之后 老兵境遇是否切实得到改善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 40周年之际 中国人权民运讯息中心发布消息称 老兵们原定在广西 湖南 广东等地集会 纪念中越边境战40周年 但活动全部遭到公安阻挠 2月15日到17日 各地至少有200名老兵 因为全被公安拘留 对于官方不再公开纪念 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 广西一所高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越关系研究学者表示 现在中越两国关系很好 去接过去的伤疤不合适 越南前些年出现了民粹主义势透 有人举行反华游行 烧中国国旗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现在清华派占了上风 两党两国的交流都恢复了正常 现在在谈战争的事情显然不合适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中经贸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吗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 正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以其在3月1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 达成一项协议 不过一份最新的报告认为 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处理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整个手法 报告建议 在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做法与政策之前 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压力 抵制取消加征关税的要求 这份由美国的研究机构 国家亚洲研究局 转变美对华战略的经济层面专题组 发表的报告 探讨了中国重商主义的 列宁主义经济政策的起源 演变和影响 并考虑了美国应该如何根据中国的政策 来界定其目标 报告也探讨了在目前的贸易僵局中 谈判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易的前景 美国需重新审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这个在去年5月成立的专题组的共同负责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德伯格教授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处理对华经济关系的整个手法 即使能够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贸易解决办法美国和中国看来正走向一个在贸易和技术议题上摩擦日益加剧的时期而且也许会走向国家经济和创新体系出现重大脱钩 美中之间的争端只是更深较量的一部分 该专题组的另一位共同负责人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前共和党众议员布斯塔尼 他在声明中说目前美中两国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的争议仅仅只是具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两个竞争体系之间更深层较量的一部分 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是复杂的而且将是旷日持久的 如何解决美中目前的贸易僵局 报告对如何处理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在促使中国改变 其咄咄逼人扭曲市场的贸易产业和技术政策上取得重大和可验证的进展之前拒绝取消关税的要求 他们还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当延长时间范围 并让公众意识到如果现在不能应对这个挑战 可能会导致未来更高的成本以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份报告还呼吁美国与其他对中国的掠夺性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做法感到担忧的国家合作 通过组建这样一个国家联盟来获得最大的杠杆效应 并与他们一起制定遵守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议 同时通过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协调 加强防御措施防止中国的经济渗透和占他们的便宜 这份报告是专题组要发表的两份报告中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计划在今年年中出台 专题组由12名来自商界智库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组成 美国是否应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 有不同看法 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前 美国的一些专家也公开表示 鉴于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危险的对手 美国应该把他当作这样一个对手来对待 并对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做出重大调整 代表200家在华美国企业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 艾伦大使则反对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的看法 他前不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如果我们客观的评估美中国去40年来的交往的话 你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这个关系给世界 中国以及美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艾伦大使说 我们不能低估或选择避免美中之间的问题 而是要慎重对待这些问题 他说 我只想以务实的非夸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需要小心谨慎 相互尊重 并以一种能够使我们处于更好处境的解决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将发现自己处于对双方都不利的处境 这就是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制裁 越来越多的脱钩 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误解 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人士认为 与中国进行谈判 是浪费时间 因为即使达成协议 中国也不会遵守 但是以财政部长 姆努钦为代表的一派 则认为 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谈判 达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柏林营展也为中共自我审查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所指导的一段短片 在德国柏林营展中被删除 有指营展主办方曾经表明 如果艾未未有参与制作 就不接受有关电影参展 艾未未质疑 主办方是基于政治压力 而自我审查 但主办方否认有关说法 本月初在美国上映 进军柏林营展的爱情电影 柏林我爱你 由10个独立短片故事组成 艾未未是其中一个故事的导演 她周三对本台表示 其中一段由她所指导的影片 被删除 电影制作单位向她解释 受到投资者 发行商 即合作伙伴的种种压力 而制作单位 一引述柏林营展的说法 指如果艾未未指导的部分 出现在电影中 大会就不接受这部电影参展 艾未未说 制作单位的解释是 他们在种种的压力之下 如果将我的部分 放进去电影 是不可以的 是会影响这个电影 将来的发行 而且大量的投资者 公司 财团都会说 不给这个电影做投资 我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有我在 他们也很难继续往下进行 我相信他们的解释 是真实的 他们在拍摄当中 遇到了很多问题 而且柏林营展 也明确地告诉制作单位 是因为我参与的部分 艾未未表示 她的指导的影片 只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不构成对中国有任何批评 但亦受到包括主办单位的压力 相信是西方机构的自我审查 艾未未说 即使是这样 有关单位也认为 我的存在也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 是中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 所以这种审查 很大程度上 也是来自于西方的这种机构 他们做的自我审查 是为了配合中国的审查制度 这个压力 是潜在的压力 不一定是中方 明确告诉他们这样 但是他们都做得比较自觉 因为他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譬如说张艺谋的电影 在关键时刻被拿下 本台记者周三向柏林营展 主办当局查询 但这结稿都未有回复 德国之声报道 主办当局表示 不评论没入选的作品 但否认了艾未未的说法 并指出 确认艾未未的参与 绝不会成为选择 或者不选择某部电影的原因 报道引述电影制作团队指 曾经在柏林与中国大使馆人员会面 一名中国外交官暗示 若该系列短片有艾未未 可能会比较复杂 电影制片人之一 克劳森称自己没其他选择 删除艾未未的部分 与创作分歧无关 强调非常喜欢艾未未的作品 北京宋庄艺术家 华勇认为 艺术家及作家 在中国被取消展览 是很常见 但影展的主办方 位于柏林 亦无法揣测 艾未未的影片被删除的原因 华勇说 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 别说展览 就正常的发生 写文章是根本在网上上传不了的 至于艾未未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个人也只能是揣测 可能是有点无法拿到一面上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 因为毕竟那是柏林 那是德国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无法揣测 原本能够评作品 一秒钟 角逐最高荣誉金雄奖的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颁奖前突然退出柏林影展 据称原因是技术问题 业内普遍猜测 是因电影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被中共审查 影展评委会主席在颁奖典礼特地提及此事 表示非常遗憾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和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